现在高手机 你先别管啥 必须得AI AI就完事了 保守点的改个名字 激进点的直接一个AI智能中断 按理说都这样了 不说很难的问题 起码应该好用了吧 真的是这样吗 对 这一期我们聊的AI 不是那些什么狂暴引擎之类的AI 而是真的能帮上忙的AI 并且可以称之为助手类的AI吧 好像大趋势上面 貌似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先摸着苹果薄荷 然后蹬苹果一脚 但相对于苹果来说 苹果的核心是放在打通APP内部 利用至高无上的权限和AI来协助技术力爆表 实际体验未知 毕竟你有AI 开发者配不配合 百度腾讯自己给不给利益还未知呢对吧 甚至有些基础功能 比如说这个AI相机 跟安卓上面的智慧实物是不是一个风格 我们先不搞难的 我给他们出了几个简单题 但别说即使就这 都把差距拉开了敏感性 开始之前懒心猜一猜 OV华耀米 这一次还有特邀嘉宾魅族 谁是最强呢 第一题 买同款商品的时候 带来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先从好用的说 再到离谱的 荣耀的很有意思 你直接指关节画个圈 诶 右边这边呢 你想去京东淘宝拼多多 哪里搜都可以 准确都是保证了 好用程度也是拉满 无心 OPPO直接打开相机 说我想买这个 当场能用 而且会给拼多多和淘宝两个平台的搜索结果 符合直觉 速度快还准确 能给个四星外 要是有京东就好了 小米的呢 在相机界面 你也可以说话 但 我要买这个 看你是想了解小米的加湿器呢 我要买这个 看你是想购买小米15 不是 我要买同款 那我问你 正确的用法 是按超级小爱里面的相机 拍一下就行 推荐的也挺准确的 全是淘宝的信息 正确的用的话 也能给个四星吧 vivo是真的有点离谱了 如果直接时评的话 它会先给你来一段 AI经典描述句 你还得等它说完再点搜同款 然后搜出来的还不太准 还只有拼多多 但你可以强行用原子道 诶 截个图 然后按着截图 拖到原子道里面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跟荣耀差不多方便的体验 这个属于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 可能手机卖了你都不会发现 四星 优化一下引导和操作体验会好很多 魅族 我说我想买同款 他直接帮我去淘宝搜同款 要正确操作呢 你得先打开相机 划出来食品 选中物品之后 它会跳转到淘宝直接食图 简掉异性吧 那就三星 鸿蒙Nest 点击这个按钮 就会跳转到智慧食物 但准确性是胡言乱语级别 4.3嘛 对语音呼出 但准确率一样胡言乱语 养性 希望你们正好蒙中吧 但鸿蒙是这里面 唯一一个安排上惊动的 这算不算一点优势 这咋回事呢 我还以为这是送分题呢 下一个再看一个送分题 AI生成 这大家都有了吧 大模型别的不一定行 写小作文肯定没有问题 餐厅写好评 拿赠评这个环节 应该杀疯了吧 确实杀疯了 助手门被杀疯了 这回最好使的是OPPO了 只要你点进去 大众点评评论页 诶 这里就摆着了 然后最离谱的是什么 你评价的星级不一样 下面的食物不一样 它也会跟着调整文案 比如说呢 我现在在这里面选这个口味好 然后环境很不好 然后我在这里点一下 有个AI帮写 它就会识别这个屏幕 生存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文案 那我现在再改一下 我这里把这个环境调的好一些 然后服务调的烂一些 口味一般 然后再把这个菜品给学上 你看它甚至还会带着菜品去评价 甚至呢 我还可以去调整这个表情 还有文案的字数 小米呢就差点意思了 长按输入框可以生成一段 生成什么完全靠你告诉它 多少字写什么内容 给详细的手动打进去 背足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逻辑 点一下左下角可以说一段 它倒是可以设定要长一点 或者是短一点 但妹子的AI感觉有一点原生态 AND都出来了 这什么情况 但当我以为这很不好用的时候 Zivo 华为荣耀 居然是要呼出语音助手 跟语音助手说生成一段 然后手动复制过去 这 我的评价是还不如温豆包 这一怕OPPO是好用爱用 小米是捏着鼻子用 其他是压根用不了 第三题 我让他推荐个电影 这就要考验一下实时搜索能力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 表现最好的 还是OPPO 完了 这真不是上单 它会自动打开美团里面的电影平台 直接自己看就行了 那我肯定不能让它这么容易 我卸掉美团 再问一次 这一次它打开了淘飘飘 好吧 那我把这个淘飘飘也卸了 好家伙 原来这个淘飘飘是快应用 简直是快应用最好用的一集 别说 要是什么充画费 搜饭店啥的 都能用快应用兜底 语音助手的能力肯定大大增强 华为就有点意思了 Nest显示的非常原生 调用华为视频的数据来展示 但中看不中用 露得很多 点进去也只是一个预告片 《鸿蒙4.3》呢 会打开欢迎电影的快应用 不是无华 但实用一些 比较大模型的 就是Vivo 荣耀和魅族了 跟它慢慢生成 生成完了 还个个都不一样 评价是 还不如iPhone去百度搜一下呢 等会儿 iPhone居然不去百度搜 好家伙 帮我在B站搜最近电影是吧 看别的up主解读 嗯 也合理 再再看看小米这边 哇 直接Bug了 它就一直震动 仿佛再试图生成一些东西 但试了很多次 重启也试了 Bug依旧 这真的有点刻板印象了哦 不过过了几天以后 OTA的一个版本 Bug修好了 但 推荐都是些啥呀 就一种在飞机航班上 看电影的感觉了 最后出到难的题 诶 导航 这些App史山跳转的逻辑 先进App再点开始导航 再点个更多 选中高德 然后才能开始导航 有没有人能简化一步啊 这个大家的路子都各不相同 我直接讲它们最方便最快的一种方式 在小米上面 如果是微信这里的 你可以用语音导航到这里 如果有好几个地方的话 它还会问你想去哪一个 如果你想要打车 那就说打车到这里 想开车就说开车 什么大众点评 美团 微信地址 大部分标准格式都能识别 还挺好使的 这个对付饭店地址 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啊 这个场景我能给四颗心 这一颗呢 扣在稳定性上 就拍Broad这一会儿 你看我遇到了多少吧 如果说大段文字里面的地址 那就更吃力了 经常只能识别一半 就比如说这个场景 识别三次 四个地址 分别识别出来两个 两个 一个 有时候一个都识别不出来 还识别出来一个深圳其他区 综合视力扣一星 三星 鸿蒙NAS里面 语音跳转也能用 多目的地也能用 不同的是 它进去的是路线界面 可以再手动选交通方式 但识别率 着实是没有小米高 像是这一个咖啡店 它直接搜这一个 光明驱咖啡 打车也是不好使的 它会直接跳人滴滴 并不识别评估内容 只能给个两星半吧 大段文字的时候呢 华为可以双处指纹换起食品 识别率嘛 三次都只准确识别出了一个 剩下的两个 只识别出了一半 扣半颗心 两星 勉强能用 OPPO在这一块 总算是晒了个大脚 倒是有语音跳转 但更是重量级 如果有多个地址的话 OPPO会帮你选择一个地址 选择困难复印奥 更离谱的是 如果说打车去这里 它直接理解为 你要去这里 令人费解 比个两星吧 双指食品的时候 它的识别率也很马马虎虎 三次都识别出了两个 基本只有带区话的名字 才能识别出来 还得再扣半颗心 一心半 建议别用 Vivo压根就没有这个 语音挑战的功能 而且食品也直接 不会识别地址 你可以圈选 但即使是圈选 也只能识别两个 半颗心 DEMO功能 但你以为 这已经是重量级了 还有高手 魅族理论上是支持地址识别的 长按屏幕就能激活 看到这个图标就对了 结果按了三分钟 就弹出过一次 更更离谱的是 这个功能和托方是冲突的 也得卡好时间 在这个图标出来的第一时间 松开手指 不然就会进入托方 如果识别出来了 一定要迅速点击 不然过一会就消失了 心急有点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 荣耀 我放到最后 是不是以为荣耀最差 No 是因为它最简单 无论是什么场景 长按home键 就会弹出来这个导航键 一点这一整页里面的地址 都可以识别出来了 而且它是这里面 唯一一个稳定识别 我想要所有地址信息的 小龙叔四个全部识别 微信四个也全部识别 还可以一键导航 或者是打车 不用动嘴 这实力给个五分不过分吧 拉个总表来看看 这在你们的预期内吗 比划完这一圈 是不是觉得已经能给他们 盖棺定论呀 能 但不能 其实仔细看前面就能发现 每家都有自己擅长的事儿 我稍微总结了一下 它们的独特优势 荣耀的AI有个特色功能 就是能够帮你模拟触摸屏幕 比如我说 关闭大众点评和淘宝的通知权限 它就会自己点过去 你还可以问它 有什么软件在持续扣费 它就会自动打开支付宝 和微信读取一轮 然后汇总成一个表 想取消哪一个 点一下就行 这功能真好啊 现在我要是问你 在哪里取消微信的自动续费 是不是你还得找一会儿 小米跟系统软件的联动 也有点意思 就比如说在相册里面 你可以说帮我建个美烟 帮我消除路人之类的 还可以说我想拍星空 我想拍月亮 它会帮你设置好 小爱的界面 我也觉得设计得非常不错 OPPO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用 就直接对着什么问就好了 其他家要么语音权限有重复 要么不识别屏幕 要么就是没有那么顺手 OPPO的恢复速度 时频速度也都是正式家里面最快的那一集 在其他小体验里面 也是尽可能做到了符合直觉 不仅仅局限于 声音的跟语音助手对话来获取信息 Vivo嘛 毕竟今年才刚刚把小V助手和周米合为一体 跟其他家融合了时频 大模型 自动推荐等等功能 而且交互明显更流畅 符合直觉的语音助手比起来 差距还是有一些的 但起码没有搞一些很难掉头的逻辑 像现在的拖拽 主被动时频 都能做到不干扰的同时提升一些便利性 而华为NAS的AI能力明显要比4.3要强 在功能融合上面 也会比其他手机做得更到位一些 但它的语音命令还是比较机械 有点必须在框架内执行的感觉 优化之后会很好用 倍组虽然场子小 但鼓励奖还是值得罚一下的 托放功能 自动推荐 自动填写 都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虽然优化的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但方向是正确的 在Apple Intelligence之前 说来说去 国产AI基本上都是语音助手 但现在甚至语音助手 也仅仅只是AI的一环而已 像是生成文案 一些主动提醒 被动呼出 其实都是逻辑联的一环 在使用的过程中 国产旗舰们的AI靠着迭代快 功能广 我觉得实现比苹果更强的效果 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甚至在这一次Apple Intelligence的节奏里面 我觉得国产旗舰们 完全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只是接着苹果的流量宣传的一波 真正在脑头的 就会轮到苹果了 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这一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关注哦 祝我说服非常重要 那我是切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